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立了一个秘书间 秘书间里有一些来自阿拉伯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科学家 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的图书 做了一个比较广为的收集 并且和我们中国原有的地理学 结合起来 那么这样就在明初以前 中国的地理学家实际上已经了解了 中国古代对海外的地理知识 同时也了解了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家 他们所掌握的以伊斯兰世界为中心的 世界的地理的知识 这是我们上一讲的内容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要看 就想讨论 我们前面讲到的都是文字上的资料 提到了这位科学家 张马拉丁 他要做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留下来的元代和明初 有两类比较特别的地图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图 那么第一种地图呢 它的名字叫金石大典图 那么这个地图呢 是元代在元文中年间 撰修这个金石大典的时候 所附的一个地图 今天金石大典 这本书并没有完全留存下来 它的一些片段 在元史日在元典章中间是保留下来了 但是金石大典的全文并没有保留下来 而金石大典的这幅图呢 保留下来 它是东面从我们中国的河西走廊的西端开始 那么河西走廊的西端 这个往西 它画的是这个查克台汉国的地方 它上面著了几个字 叫做都来铁木尔所封地 都来铁木尔就是查克台汉国的一位汉 那么都来铁木尔以西 是这个伊犁汉国 这个我们这个地图上标注的是 这个布塞因 也就是伊犁汉完整都的儿子 所统下的地方 那么这两个领土的北面 就是清查汉国 那么每一个国家呢 没有画出山川 也没有画出河流 而是都给出了地名 都有这么几十个地名 这个图的这个底基础呢 是画的方格 那么这种用方格来绘图的这个方法 在我们古代历史上也很罕见的 这是第一幅 那么这幅地图呢 如果我们把它和明初所撰修的原始 进行对比 原始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质 叫地理质 那么这个地理质呢 它大部分用的资料都是 都是京师大典的资料 其中的卷六十三 地理质中间有一部分 叫做西北地附录 就是原朝西北的领土的一个附录 那么如果你拿这个地名 拿京师大典的图的地名 和西北地附录 来一个一个足够加以对照的话 你会发现 那百分之八九十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点说明什么呢 这一点说明就是京师大典 在边川京师大典的时候 既有文字的资料 关于原帝国 整个这个盟原帝国 既有文字的资料 也有图像的资料 这个图像就是京师大典图 那么这个图 是不是就是 这个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张马拉丁 所要变一个 制圆大一统治的图呢 这个可能两者有关系 但是不一定就是 那么这是第一个地图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幅 把这个中国的地图 远远地画出了 我们历代王朝所知道的范围 越过了波斯湾 波斯湾的西面 有巴林 就是今天的巴林 有巴格达 这个 由高家所删 这些在中国历代的地图中间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是第一幅地图 那么第二幅地图呢 叫做大明混义图 那么这幅图呢 今天保存在 北京的第一历史 大安馆中间 他所画的范围呢 东面起太平洋 北面 这个越过了贝加尔湖 西面 到大西亚 南面 到印度洋 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和整个非洲 也就是欧亚非 三大陆 都在这幅地图 叫大明混义图 中间 那么这个地图呢 根据上面的地名 比方说 把北京 比方说称为北平 或者等等 根据上面的地名 那么我们可以 大致地做一个判断 就是这幅地图 应该画是在洪武 25年左右 就是1398年 那么这个呢 比 郑和 下西洋呢 要早了十几年 我们知道 洪武年 是朱元璋 刚刚 把元朝推翻 国家各项制度 都在 这个初创之中 这个 国家的力量 并不很强 所以 这个 明初 如果我们从形式上判断 他并没有能力 来 测绘 对世界社会 搜集全世界的地图 来画一个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应该呢 是一幅元代留下来的地图 只不过加上了一个 明朝的名字而已 此外 就这个地图中间的 很多的地名 用的 都是元代的地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相信 就是这个所谓的 大明混一图 是一幅 元代留下来的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呢 1644年 满清人 入关以后 把明政府的 全部的档案 图书 全部接收了 就这幅图 落到了满清人手里 那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 满清的 学者 把这个地图上面的 这个汉文的地名 用满文写的小纸条 把它一个个贴上 覆盖住 当然这个题目还在 还叫做大明会议图 但是他这个 每一个地名都贴上了 满文的标签 他在这个 第一历史档案馆中间 那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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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员 发现 这个 有一些 很多满文的标签 从这个地图上 因为几百年了 翘起来 离开了这个地图了 那么他们认为 这个古迹应该修补 他们把这个满文标签 又重新贴上去了 这样这个明代原来的 这个地名就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 这种修复古迹的办法是 是非常愚蠢的 真正的古迹是那幅明代的地图 并不是后来 贴上去的满文的标签叫古迹 所以今天呢 从公布的这个 照片看 那么只有少数满文标签 找不到的 那个明代的地名 还露在外面 这幅地图呢 很早 就传到了 朝鲜 在我们明朝 1368年 这个取代了元以后 就我们的东陵朝鲜 朝鲜在元朝叫高丽 王室高丽王朝 那么这个王朝呢 也很快的 他也 这个盖朝换代 这个高丽的一个大将李成贵 夺取了政权 他就以后叫朝鲜 那么这个朝鲜王朝 有一些和中原和中国往来比较密切的人 人经常到中国来 他们就把这个大明 会议图 或者叫民国图 民朝 他们得到了这个本子 拿到了朝鲜 在朝鲜保留下来 那么保留下来的 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这幅地图 是包括高丽部分在内的 但是高丽部分并不很详细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朝鲜的部分又有增加 重新起了一个名字 是由两位学者完成的 那么一位学者叫权进 权力的权 靠近的进 一位学者叫李慧 木子李 开会的会议 加个草丝头 那么这两位学者 把民国图 或者大明 或者业图 做了一点 在朝鲜部分 做了一点 增补 重新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混一江里 历代 国都之图 除了会议江里 国家一个统一的地图以外 他还专门说明 历代 国都 上面有题词 下面有 拔 说明我画这幅地图的 这个 缘由 那么上面的题词中间 就有 比方说会议 历代国都 这个汉的长安 在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上面的各个地名 全是元代的地名 福建行省 甘肃行省 都是 全部是元代的 全部是元代的地名 那么到了 仁臣年 战争 那是1599年 日本侵略朝鲜 然后朝鲜人 这个不能抵敌日本 所以日本从朝鲜 不但去 攻取了他的土地 把朝鲜宫廷里的 民国土 也拿走了 当然后来 明朝后期 还按明朝 还对朝鲜进行了支援 我们可以说是 抗美元朝战争的 这个 一个前身 那么 所以今天 民国图 和 会议将里 历代国都之图 基本上 大部分的抄本 都在日本保留下来 日本比较重要的 就是 这个 京都的龙谷大学 那么有一幅 这个九州的水源寺 有一幅 这个日本的宫内厅 也保存的有 那么上面的 第一名 这个地形化的 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 这个 最近一年左右 我们在 南京大学 和其他一些大学的 学者 集中力量 对这幅地图 做了研究 还曾经开了一个会 那么现在我们的 基本上的结论呢 就是这幅图 也并不是 查马拉丁 所主持 编写的 那个 支援大一统治的地图 这幅图最明显的特点 是他把 他的西亚部分 北非部分 欧洲部分 他的知识 远远地超越了 这个民 以前的任何世代 甚至比清初的知识 还要丰富 他有迪利波里 非洲的 他有巴黎 他有罗马 有小亚半岛 有高加索山 这个 就是伊斯兰世界的 和这个欧洲 基督教世界的知识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这幅地图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中国 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 其他部分 东南亚 印度 知识相对比较 比较贫乏 甚至还有一些错误 那么这幅地图 最重要的 贡献是什么呢 它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 就是 把已知世界 基本准确的 基本准确地画出来的 一个地图 它的形状 所谓的已知世界 就是在 哥伦布 没有进行 这个大航台之前 那么人类已知 只有三个州 欧洲 就是欧洲 亚洲 和非洲 美洲 虽然有人类活动 但是它和 其他世界的人类 基本上是 处于隔绝的状况 是我们 这个欧亚非三大陆的人 基本上不知道的 澳大利亚 澳洲 也有人类 在那里活动 它但是是 欧洲 而是世界 其他地方 人类所不知道的 那么它把 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形状 基本正确地画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 提出的是 关于非洲的形状 那么它 如果我们这样看 这个面对的读者 这个地方是 北面是亚洲大陆 这边是欧洲 这里是地中海 那么地中海的南面 就是非洲 一个大三角 非洲 非洲的尼罗河也画出来了 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 我前面讲的 我们所已知的世界 正确地画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在它之前 在伊斯兰世界的地图中间 在欧洲人的地图中间 欧亚非三个大陆都画出来 早就有了 但是呢 是不正确的 比方说 托勒密 古古 希腊的地理学家 那么 他也知道亚洲 他也知道 非洲 他自己是 埃及的 一个是埃及的希腊人 他也知道欧洲 但是他所画的 这个非洲呢 从地中海开始 这个地中海 南面 是非洲 今天我们知道非洲 是一个向南的 一个大三角形 他所画的非洲呢 这个三角形 向东 一个拐弯 像一把镰刀 一拐弯 那么这种画法 一直持续到 这个 在西方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方殖民者大发现以后 一直持续 我们有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 1150 这种画法